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薪资赶不上通膨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但是现在英国是特别的严重 尤其是脱欧之后的英国 几乎各行各业是轮流在罢工的 现在最新的包括说英国的护理师打破了百年纪录宣布罢工 那还有包括机场的盘查人员也宣布罢工 最新的是英国的老师现在也要加入罢工的行列 街头站联支持教师英国全国教育工会再度发起罢工 英格兰威尔斯两地16号投票通过 早在教室之前英国护理师 去年底打破百年纪录罢工 救护车人员也加入 一旦假期前行 查验护照人员试图谈缓机场 直到这回教师也要在下个月罢工 因为在英国就算薪资调整速度 去年9到11月之间1百分之6.4 创下20年以来最快记录 11月消费者物价值数CPI年增率 还是超过百分之10 前年熬过疫情后的出走潮 今年熬过乌尔战争后的高通膨 曾经引以为傲的医疗服务体系NHS危机浮现 保守党政府依旧不为所动 首相苏纳克诉诸民众 但根据机构余关调查 百分之六十四英国民众 支持护理师罢工 有人反问护理师加薪钱从哪里来 不同意见在街头积到 医护教师罢工行动带动英国全民反资 这景象台湾社会或许难以想象 国库公会法修法后 教师有权组公会 但劳资争议处理法 依旧名闻禁止教师罢工 而有条件允许罢工的医护 目前加入公会的比例偏低 让公会难以发起罢工 效益医疗工作者的劳动权益 与民众的就医受教权 如何取得平衡人事难题 华新闻都一起门为真题报道